一想到香港游 我就游些游山 我不是玩水 有些什麼特色 你不要特色 你不要說 上兩個星期都說紅葉 日本 韓國 我經常說香港都有的 是嗎 我介紹大家香港看紅葉的 是嗎 這個 先看看影片 跟Potter一起看看 你的字幕都寫了元朗的大唐紅葉 如果你想上山看 大唐 在元朗的山頂就有紅葉看 11月份至12月 如果你去的話 怎麼去呢 大唐可能大家不知道怎麼去 在元朗西鐵站再搭接駁巴士 K66 是 直接去到大唐的山腳那裡 巴士是不用錢的 如果你坐地鐵去的話 不用錢的 有那些接載巴士 如果坐西鐵的話 因為它是地鐵公司的巴士 聯應賣 然後你去到那裡 沿著馬路 一直走 走上去 過了大唐的郊野公園的燒烤場 你不要進去 你一直向上走 即不是燒野食的 不是燒野食 一直向上走 經過這個大嵐林道的大唐段 上到途中這一道 即是一鏡突然要走 即是不用走光的 不用走光的 其實你怎麼發現的呢 因為你一路走 即是有很多人在那裡 其實你一路走的時候 下面沒有那麼多紅葉 你走上去突然間 很大堆紅葉圍著你眼前 全部都是紅葉 那裡就是看紅葉的最佳地方 有很多人都會在那裡拍照 野餐 其實他現在 即是我去是兩三年前去的 這幾年都沒有去的 因為這幾年太多人去的 這幾年實在 那裡紅了之後 真的紅了那裡 去到那裡拍照 笑不免 給大家拍照 你那一陣子 其實拍照 我們又不是農友 那我們就想去 又拍我又拍去 那我又拍什麼 即是人拍我又拍我又去 第一 最重要是你們 當然是戴字化神棍 戴字化神棍 戴字化神棍 自己穿到花裡花綠 都分不出你紅葉的人 即是沒有裝飾 對 所以穿一些很淺色 又沒有花紋的衣服 即是純泊一點 是的 你去到那裡拍照 就突顯到你自己 有多感紅葉之外 又突顯到那些紅葉有多漂亮 又這樣 是的 那我就建議大家 就在元朗那裡下車 就先吃點東西 然後再買少許 小食 上去上面 看著那些紅葉的時候 就咬一下 這樣 因為你現在野餐 應該很難做到 因為它有很多三腳架 加上二腳人在拍照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如果季節是怎樣的 知道韓國、日本也好 當然是入冬 即是秋、季、冬、冬 香港的天氣 香港這樣的天氣 應該是 我就很難猜到 香港現在的冬天 都不知道 整個秋天 應該是什麼月份去是最好的 其實十一月尾、十二月去 是最好的 不過呢 其實十二月、一月頭 都還有得看 我記得她剛才那段 都是Bossing Day去的 是的 即是她打著日期 2014年、十二十六號 都還有一看 因為香港的氣溫 現在大家知道 會不會變化很大呢 或者是很不穩定 我怕有時候 十二月可能還是很熱 還未開 會不會 很留意 應該不會 到時留意我們Facebook 你看天文台 可能會說一下 因為隨隨在那邊的店 如果有紅葉 我有空就上去 不過畢竟是可能 地方近的 不怕的 今個禮拜 未紅 下個禮拜再去過 進來看完紅葉就下去吃B仔 B仔 但我想是很多人 真的很多 不是說廣闊的一個樹林 最集中的一個堆 我記得聽人說是近梁亭附近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上次我們說過 紅葉要極大溫差才會產生 山不夠高就自然沒有那麼大溫差 所以只有高位才會有那堆紅葉 就在那裡最紅 沒錯 明白 可以帶一塊布 躺在樹下 看上去 你還會看到滿天紅葉 是可以的 不過可以想像到 人多那段時間 因為我沒有去過 人多那段時間 幾次日本上櫻 人群湧湧的 人群湧湧在拍照 你撞我我撞你 大堂除了看紅葉 還有其他地方玩 我知道 是的 可以去試試給你 試試給你 上天就是那個冰雕節 也是在大堂 我有去 你也有 原來現在大堂已經有很多東西玩了 咦 那我們有一次 我們又放在哪裏 大堂遊 監製了 因為可以打窩遊戲 看定期的活動 大堂的家庭肉片 還可以燒東西吃 好啊 不得了 我們期待 希望我們的主持 有機會去大堂 看看去哪裏 還有很多好介紹 剛才只是節目一部份 還想聽多些節目內容的話 立即登入 www.opentour.com.hk 放假去哪裏 重溫整個節目內容 聽完節目 飽你放假 立即上去旅行 了嗎 我們看看一下 十分之類的 厲害 internally